冰箱里会冬眠 现在把冰箱来打开 看看青道夫鱼怎么样了吧 好家伙 没想到青道夫已经完全结冰了 你们觉得这样真的能唤醒青道夫吗 先给青道夫鱼来点鱼缸的水 让冰块融化一会儿 拿上大铁盆来接点我家的地下泉水 准备唤醒青道夫鱼 冰块已经融化一点了 把冰块倒入准备好的大铁盆里 加速一下融化冰块吧 好家伙 青道夫鱼已经被完全冰封在里面了 我在想这样真的能唤醒青道夫鱼吗 还是继续把冰块放入水里融化 让我们期待到底能不能唤醒青道夫鱼吧 这冰块放了好久了 怎么感觉都没有融化多少啊 还是把它放入鱼缸里加速一下融化吧 还是放鱼缸融化快一点 没一会儿冰块已经融化了这么多了 这怎么还有条小鱼领盒饭了 算了 就让我送领盒饭的小鱼回到它的故乡吧 看看这家伙 一来就立马盯上了这只小鱼了 我都生怕它咬到我 饿了好几天了 对了 给你们推荐一个我最近都在玩的小游戏 就是这款天天钓鱼小游戏 抛干入水 右侧的小框框可以看浮漂 再来看看冰块融化的怎么样了 啊 不错 冰块已经快融化完了 再把青道夫鱼放入大铁盆里 用上我单身三十年的手速 给它加速一下融化吧 看看冰块已经融化完了 不过青道夫鱼怎么一动不动的 这不会是领盒饭了吧 难道唤醒青道夫失败了 我感觉应该是还没有完全解冻 把青道夫鱼放在太阳底下晒一会儿 看看能不能唤醒它吧 晒了好几分钟了 来看看青道夫鱼怎么样了 这怎么还是一动不动的 不会是真的领盒饭了吧 把青道夫鱼放入水里看看 好家伙直接就飘在水里一动不动的 快醒醒 别睡了 看样子唤醒青道夫失败了 我好像看到青道夫的嘴巴在动 难道是我眼花了吗 我的天没想到青道夫鱼真的动了 这也太神奇了吧 青道夫鱼放进冰箱真的会冬眠啊 上集说到把青道夫鱼放进冰箱 我记得他这样子连开心了